如果說我們明後天 你接到總統府宣布日本何時要開放 你會怎麼做 第一 我們還是要按照國際的標準 那科學的認證 站在國民的健康的立場來思考這件事情 衛福部長陳時中被問到日本福島何時 有沒有可能在過年前 這週五最後一個上班日 就突襲式的以行政命令宣布開放 陳時中始終不敢正面回應 所以你會跟總統建議說 開放還是不開放 沒有 就要從科學上面 所以你還是會跟總統打混的說 請你按照科學標準國際規範 沒有 我們會列舉進來相關的查核的 所以院長 現在時間真的比 我並沒有這方面的訊息 日本市民開放是種種以及國安團隊的事情 連種招都沒有資格問 重點是到底什麼是福島獨有的特產 非得吃福島的不可 有哪些產品得進口 政府始終沒說明 未來要怎麼把關也說不清 沒有超標但是有驗出231件嘛 對 那驗出以前都是就是退運或銷毀 突然間公告過年之後就馬上就要進口了 我們的能量有辦法嗎 我們這部分應該是沒問題 核種超過100個 我們現在門口檢查的沒有多少 更何況它能量都不夠 如果沒有辦法有效的把關檢測就怕核實進口後 將連帶影響台灣人購買日本其他農產品 開放核實恐怕就像萊豬一樣 總統輕鬆下一道行政命令 但在百姓心中就怕有無限恐懼 記者吳俊文 徐國豪 SNG 小組 台北報導 在百姓中就怕有存在 大約一零一種 但現在不時是粉紅人合髮的時候 可以看出一個暗影響